俗话说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新品种一落户就赚了个开门红 好甜的 好甜哦 好香哦 不服气 老品种靠着品质争第一 电耳上能看到的 就是一棵树就有吃到的 还有人把不起眼的果树 种出了规模和效益 立伦我们在一年下来 也就是大概一百年了 今天的身材有道 咱们一起走进江西上导县 看看那里究竟谁更甜 比比他们到底谁更赚钱 像你是穿脑的 分纵是为你还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我是王悟 现在我们来到了江西省上导县的上导县 大家看现场 锣鼓喧天快起招展人山人海 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地正在举办首届猕猴桃文化节 那这个节日这么的热闹 咱们一起进去瞧一瞧 江西省上导县上导县的这个猕猴桃文化节是第一次举办 猕猴桃是近几年刚刚从上导县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 心情都不一样 是吧 再加上自己能采摘的就是更似的 有好些东西不在于它的味道 是在于我们这种过程 他们讲是红心的是最好吃 品种这个品种的话最好吃 以前摘过猕猴桃吗 没有第一次 带孩子来看一下这种心情也不准 因为这边好像也没什么有看到猕猴桃书 以前没见过 没见过 是吧 山里有点小小的 那三猕猴桃 这咱们当地还是挺稀罕的 对 上导刚刚引进猕猴桃 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那么这些刚刚在上导安家落户的猕猴桃 产量究竟好不好呢 如果是到了风产期的时候呢 一般的就是第五年 大概就有五十公斤左右 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那得有多少个了呀 就大概就是四百个 四百个到五百个的样子 就这么一颗猕猴桃 树就能够结四五百颗果 对 太壮观了 这个现在就能看到 虽然是第一年是吧 然后就密密麻麻的 这个地方这个环境呢 还是比较很适应那个猕猴桃的生长 之所以说这个环境适合猕猴桃的生长 其实是特指这片山林 猕猴桃是既需要水又怕烙的果树 因此对土壤水分和空气湿度的要求比较严格 上饶县应家乡石门村山多田少 这里的山区雾气较多 土壤湿润 常年湿度大 对猕猴桃生长也是比较理想的 除此之外 猕猴桃的生长对于温度也是有要求的 最适合我们做密密麻麻的就是冬季要能够有低温 它的那个低温呢就是 它要正常的七度 七度以下的温度要有四百个小时 促进它的养分积累啊 温度要达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湿度很高 湿度要很高的 它的光照也要比较强的 光照也要比较强的 一般的正常的就是日光照应该要在七个小时到九个小时 每天 现在对外销售一斤是多少钱 对外销售的话 如果是大级走市场的话 一般的就是十多块钱 按十块钱算的话 按十块钱算的话 已经没有五万块钱 哇 这个效益已经很可观了 是吧 对对对 理想的经济回报背后必然不是巧合和运气 经过丰富的调查研究 详细的技术推敲指导 才最终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山林优势 发展出特色农产品 猕猴桃才最终得以在上饶落户安家 带动了一方经济 天空啊现在是下起了萌萌的小雨 但是游客的热情一点都没有减少 人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看来大家都是满站而归是吧 这边都是大家都是站着出来的 这边都是刚来的 他们在往里走 我也站了一大框 我跟你们比比 看咱俩谁大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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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也挺大的 一会儿还有一项活动 就是要去参加一个评比 评比出今天最大的猕猴桃果王 走吧 我们去看看 我能得第几名 我们每个人要从自己方里 挑一个自己认为最大的 是吧 然后来比一下 看谁今天的成果最大 猕猴桃评比大赛 评判的标准就是重要 经过初步目测 好像大家采摘的猕猴桃 个头都不小 究竟谁摘的猕猴桃 能够拔得头筹呢 来来来比一下 先称它的 它那个最大 它那个最大 多少 1.5 1.5 3两 1.5肯定最大了 3两 我这个呢 1.3 还是 1.35 1.35 没有它那大 这还有一 这跳一 这跳一跳 我这个就不用上次了 一看就不行 这个1.0 1.0 它没我的大了 1.15 1.15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谁在自己的 这个大 经过一番比较 最终 三两重的一个猕猴桃 夺得了今天评比的果王称号 这位王先生 得到了今天的猕猴桃果王 是吧 这是奖品 这也是猕猴桃里面 上饶县的首届猕猴桃文化节 可以说举办的相当成功 四邻八乡的人们 乘兴而来 尽兴而归 要说起来 在上饶县应家乡 之所以能够成立猕猴桃合作社 将猕猴桃大量引进栽种 这一切背后最大的功臣 就是他 吴春林 老胡原本在外地 做房地产有关的项目 挣到钱之后 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 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资金 全部投入到了农业上面 而他返乡创业的首选目标 并不是猕猴桃 当时主要是以马家乳为主 不是讲要种猕猴桃 马家乳是上饶当地的 特色农产品之一 早已在当地种植推广多年 带来的效应 自然也是非常的可观 当年人说 这个马家乳这种品种 它的产量是非常高的 有多高呢 你看我就随便找了 我身边一棵树 这么小小的一棵树 我们一起来数一下 它有多少个 从上往下数 这上面这儿 1 2 3 4 5 6 7 8 我的天哪 里面都还藏着呢 90 11 12 13 14 14个了 14 15 这边还有仨呢 16 17 18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数全啊 反正就是面上能看到的 就这一棵树就有18个 而且啊 据说这马家乳的个头 还非常的大 有多大啊 找一个拆开你看看 拆开一个 从这儿 手边从手边拆一个吧 好吧 您帮我一下 拆一个 就想挑一个 大个的是吧 拆开一个 拆开看看 哇 看这还没有长成呢 现在还离成熟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是吧 才能成熟 那现在个头就已经这么大了 据说啊 这一个 一个马家乳 就能卖到三四十块钱 老胡带着乡里乡亲 最早选择的 就是种植马家乳 现在的种植面积 已经发展到了七千多亩 那么 它又是因为什么 不老老实实的种植马家乳 偏偏要引入外地的猕猴桃呢 但种了两年以后呢 这个基地上面 那个马家乳 种的那个低洼地方呢 都会死掉 最后面就改 到一六六年的时候 就改种了 就把它全部改掉 改为猕猴桃 由于山脚低洼处 冬季气温过低 多年以来 马家乳都是栽了死 死了栽 而经过多方论证之后 他们发现 猕猴桃恰恰是和这样 低温湿润的环境 于是才试中了 四百亩的猕猴桃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外来的猕猴桃 居然给他们带来了 意外的财富 猕猴桃去年 也收了个一百多万了 猕猴桃一百多万了 猕猴桃的面积 虽然不如 马家乳的面积大 但是产值还是很高的 它前期比较来得快吧 胡总 咱们到这一块来 是要测一下这一片的猕猴桃 有没有成熟是吗 是哦 这个你这么多的猕猴桃 是分了不同的成熟的时间 分的 因为红羊是最早 那我们怎么检测它 怎么看判断它到底熟没熟呢 就要测它这个弹度 一般达到6.5 这个有6.5就可以 测一下 测一个就知道这一片的成熟情况了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那您拿什么来测 我拿这个手上这个测糖仪 测糖仪 我采一个棉花桃下来 拆一下它 看能不能达到材质的那个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这个 10点多了 10了 早已过了那个材质的时间 这说明已经完全可以摘了 是吧 10的这个糖度 10点1了 这个正常的情况下是 6.5 6.5 就可以采摘了 就可以采摘了 那这一片就已经可以向油壳开放了 开放了 一个果 就5块钱 5块 10块 15 20 这一片就数不过来了 满满的这都是财富 无心插柳柳成因 猕猴桃在上饶是一炮而红 来此采购的经销商 和来此采摘的人 是一波接着一波 甜蜜的果实 创造着甜蜜的财富 现如今 老胡带动了贫困户共同创业 以吸引90户村民加入了合作社 现年63岁的余称伟 就是其中的贫困户之一 那有钱700块钱就走走看看的 一个月是1700块钱 然后呢 盐货这个是我的地租给他 他要盗包给我自己种 盗包 反租盗包 这样的 那老板出那个苗墨了 肥料啊 还有其他东西都是老板出的 我就出公司的 要出公司 做事 那到了呢 将今天这个蜜猴桃 成熟了 有收入了 那我就分成 我7% 他30% 老板三 我吃 您妻 他三 那这个合适啊 余成伟由于身体原因 种体力活干不了 家庭经济十分紧张 在村里有了合作社之后 他把自家的四母山地 租给了合作社种植猕猴桃 每年可以有2000多元的租金 在果园里负责维护 每月可以有固定1700元的收入 基地又将种好的四母猕猴桃 盗包给余成伟自己管理经营 它可以拿到收入的70% 真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猕猴桃果园 居然可以衍生出 这么多的收入来源 猕猴桃清甜的味道啊 给我们留下了 极其深刻的印象 但是呢 当地人告诉我说 就在这个季节 就在离猕猴桃产业 扶贫基地不远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样 新来的物种 也到了丰收的季节 而且啊 也吸引来了很多的游客 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带大家看看 瞧 哎呀 就是这个 哎呀小朋友 你知道这是摘的什么吗 无花朵 无花朵 无花果是吧 你以前摘过无花果吗 嗯 第一次啊 有没有品尝一下 什么味道 很甜 感觉就是蜂蜜 加了水 在上饶县 应家乡的吉安村 一个无花果果园 悄悄落户安家在这里 今年第一年挂果 就喜货丰收 咱们这个采了以后 向外卖得多少钱啊 卖15块钱一斤 15块钱一斤 哦 这个价格 你们还挺满意的是吧 是 一天可能平均就采到 五千多斤 五千多斤这么多呢 哎 五千多斤 卖15块钱一斤嘛 那很不错的哦 那你们同时最多的时候 咱们这个果园里 得有多少工人来干活啊 工人十几 十几 十几 十几个 十几个 都在这摘果子啊 摘果子 摘果子 我看这游客还挺多的是吧 有 蛮多的 他们都是自己来采摘来了 自己来采摘 在这里面采摘 是可以一边摘一边吃的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完全可以 主要它这么多人现在来采摘一下 哎 嗯 这个是啊 熟透了是 味道好极了 熟透了味道就好极了 超级超级甜 超级甜哈 这是 这是要 太甜了 是 熟透了就是好吃 摘了这么多 你把这个 纳园里的 这个大个的熟透的都摘透了吧 全部摘熟 尝过了吗 尝过了挺甜的 挺甜的啊 以前来过吗 没有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以前摘过五花果吗 也没摘过 吃过吗 吃 吃过 吃过 以前吃的和这次的 吃的有什么区别 这次的 可能是我摘的这个比较老 比较甜吧 以前摘过没 摘过 以前就来这摘过 对 我已经来过好多次了 不是第一次了 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吃着好所以就带朋友一起来了 对 口感不错 嗯 这个15块钱一斤 你觉得贵不贵 不贵啊 你现在哪个水果不要十几块钱一斤啊 嗯 而且还能自己挑 对 还能自己挑 又带儿子来享受一下这个田园生活 我身边啊 这位苏文士 苏大哥 就是这一大片五花果果园的主人了啊 那苏大哥给我们说一下 呃 现在咱们这个面积一共有多大 大概有100亩吧 100亩那么多呢 对 一亩的磕数有多少 大概2000来磕 那100亩也就是有20多万磕了 对对 怎么想着要开始种五花果 因为前几年嘛 我们一直是在外面打工 打工嘛 因为我们在浙江那边 我看人家都种了好多的五花果 到时候种了以后我就把它 从它那边引进过来 引进了这些技术各方面学习一下 把它引进过来 学了以后就看到当地 现在很多人出去打工啊 家里的那个荤文田太多了 太可惜了 我是感觉 因为我们毕竟是农村出生的 可惜这个稻田 所以说我们就引进过来 把它种了这些 可以带动本地那个贫困富啊 可以赚点小钱这样子 就是抱着这样朴实的想法 苏文氏和几个同乡一起 在家乡建起了这片果园 辛苦和艰难他不愿多说 却坚持要跟我们分享一个 无花果的小秘密 无花果其实还有个小窍门的 因为其实无花果它是不开花 就是吃的里面就是这个花甜的 哦 无花果的果 其实不是果 是花 对对 是花 你看咬开你就知道了 你看这个全部是花 其实说无花果就是不开花 其实它里面这个就是花 哦 是这样 对 这还真是学到了一个小知识 嗯 无花果 无花果 在生长过程当中 它是不开花的 对 不开花 然后最后接出来的这个 我们以为是果呢 实际上它是花 对对 然后尤其是这个芯 就能看出是一朵绽放的花瓣 无花果美丽而甜蜜的果实 并没有辜负它们的汗水 无花果确确实实地 给吉安村带来了可观的财富 一亩的这个产量现在能达到多少 大概五千斤左右 一亩有五千斤啊 那售价呢 售价我们这样子 批划价大概十块 再零售价十五块 如果是刚刚上市 可以卖到三十到三十五这个样子 平均售价大概也就十块钱左右这样子 利润我们在一年下来 也就大概一百多万 今天在无花果的地里 我是吃了个心满意足 而且很贪心的 一不小心又摘了一大筐 这无花果 它因为成熟的特别的好 所以存放的时间就不能太长 这怎么办呢 一时间吃不完怎么办 当地人跟我说不用着急 可以到吉安村这儿 来找一位姓公的大姐 她有解决的方法 走吧 咱们一起去看看 你好 请问公大姐是在这儿吗 这里 你就是是吗 你好 你看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做生加工 再回来把它洗一下了 洗一下以后 我们就把它这样切成丝吧 这样切开以后摆起来 然后放烤箱去烤 烤好以后味道很好的很甜 就是把水分烤干嘛 就很甜很好吃 所以保存时间也可以 烤无花果干 对 龚小平也是上饶县应家乡吉安村的村民 他正是看准了新鲜无花果 储存时间短的商机 组织了村里富贤在家的家庭主妇们 一起干起了做无花果果干的生意 那这个多长时间能制作完成 像现在我们切切完以后 放到那个烤箱里面去的话 烤三天三夜差不多要七十多小时 七十多小时就可以了 要烤三天三夜这么长呢 对对对 因为我们是不能用高火烤 高火烤什么的焦点嘛 就是那种温度刚刚好 就是对 这一天要大火烤 它烤得更好 这一天得做多少啊 一天的话就烤个百把多斤吧 这不停火 天天天天天都在里面烘着是吗 差不多吧 烤箱都没停过 本来是想小打想闹的 挣个零花钱 可是没想到 在信息发达的今天 它们凭借着原料好 无添加的特点 这生意做的是 红红火火 出来了大概可能就是 两三斤便一斤吧 那这个价格肯定跟 试的这个 新鲜的无花果的价格不一样 那就区别蛮大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包装好 用那个包装一斤 一斤包装的那种 我们一袋只是卖 四十块钱一斤 由全国最低四十五块钱 但是有时候比较远的话 我们也是看情况的 其实无花果在上饶当地 还是非常有市场的 我们在水果市场和超市的 走访过程中发现 上饶人的消费理念 也在逐渐发生转变 本土水果比外地洋水果更加受欢迎 无花果之所以在上饶如此的畅销 其实还是跟当地人的饮食风俗习惯分不开的 在上饶人的餐桌上食谱中 无花果可是也占有着一席之地呢 将无花果加入冰镇的水果羹和蔬菜沙拉当中 使原本司空见惯的菜品 平添了别具一格的滋味 烤鸭也能和无花果搭配在一起 先将柠檬和无花果一起填充进烤鸭的肚子里进行腌制 然后再进行烘烤 这样的一道无花果烤鸭 恐怕在别的地方很难品尝得到 而在上饶最为普遍的一道菜 就是无花果炖土鸡汤了 选取成熟的无花果 去皮切块之后和土鸡汤一起熬煮 这道无花果炖土鸡汤的味道可真的是让人 大感意外 这个味道好神奇啊 你可能想象不到 这个无花果炖土鸡汤它居然是甜的 这个猪猪有什么说法吗 在咱当地 在我们当地来说 这边就是说新生的女婿 就是到咱们娘家里 反正一般就是会拿土鸡啊 放点冰糖都给女婿吃 还有就是女人刚生完孩子 坐月子的时候也会吃这个 看看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是无花果沙拉 无花果沙拉 对 那这个是沙拉酱了 准备拌的 这是放了无花果 它密集的跟密集的沙拉酱 不光这里面放了无花果 应该是比较清爽的这种吧 嗯 太清爽了 特别的好吃 无花果就有点偏甜 对 但是这个酱呢 你们制作的有一点点的酸酸的味道 对 所以就是很清爽 非常的滑口 太好吃了 清脆的山林中不同的季节里 各式各样的水果被源源不断的运送了出来 无论是刚刚落户安家的迷口桃 还是早已扎根在此的马家柚 或者是颇有历史的无花果 都在用丰盛的果实 给上饶人创造着甜蜜的财富 上老线虽然脱贫摘茂了 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巩固提升 实现脱贫致护跟小抗 我们在每一个行政村 成立了村积扶贫专业合作社 扶持了一批农业农头企业 培养了一批农生致护代头人 现在贫贫群众的穿意度和受益度明显提高了 农业收成好了 农民收入多了 老百姓建设家乡的积极性 自来而来就提高了 这就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处理 沾好传统的主打产业链调的同时 一些新兴的产业 比如猕猴桃 马家柚 无花果等等 也已经开始展露头角 依托着这片富饶的土地 打造出一个长期而有效的帮扶机制 探索出一条从乡村到城市 再从城市返回乡村的财富流动路线 不满足于现状 不停地探索 不断地努力 这正是上饶人的生财之道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是王璐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